科博馆整合各园区来到草屯镇乔光国小进行科学教育活动 透过各园区服务南投县在地学校的科学教育 学样能够有效推广各园区的特色 也让学童体验更多科学教育 非常感谢自然生态科学园区蔡主任 率领他们的团队 将他们科学教育的一些DIY 科普教育的DIY的作品 可以带到我们草屯国小让学生直接来体验 还有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的科普知识给孩子 这个是目前我们国小教育非常重视的一块 科博馆除了台中本广外 还有入股的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 祖山的侧隆埔断层保存园区 及雾峰的921地震教育园区 分别与生态保育超过保存 防灾教育为教育核心 科普馆除了在台中的本馆之外 我们还有在外面的三个园区 分别是在鹿谷的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 然后竹山的丛隆埔断层保存园区 在雾峰的921地震教育园区 我们称为鸟巢第三园区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叫做鸟巢地服务您 因为平时观众很难得会有机会 可以一次认识我们三个园区 那我们从106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规划 三个园区在中部地区 分别依各园区的特色主题 办理道校服务科学活动 内容涵盖生态地质电池 防灾等多面向主题的 综合性科学教育 对于学童的科学教育来说 相当有帮助 在南投县我们上为处于比较资源 比较缺乏的一个县市 当然城乡还是有差距 也希望说这些的单位 当然能够能常常到我们南投县来 甚至到我们的偏乡的一个学校 来做一个推广 相信这种活动对小孩子来讲 是另外多元化的一个教育 不会我们很时刻版的 在教导小孩子科学方面的 一个相关的知识 藉由互动 让小孩子动手去玩 去学习 然后可以增加他们 对自然科学的一个兴趣 科博馆自从107年 推出多面向主题的 综合性科学教育 获得大量好评 以陆续致偏向小校办理 未来将持续推广 防灾科学教育活动 为科学普及化 博下更多种子 记者利用声音 草屯采访报道